如果问您啊 拆掉一台吉普车最快要花多少时间 您可能会说那总要好几个钟头吧 但您相信吗 只要一分半 在加拿大有一项训练 一群阿兵哥合力拆解一辆吉普车 然后再把它完整的组装回去 前后加起来真的只花了三分十秒 这里是加拿大一个名叫哈里法特斯的城市 一群身穿迷彩裤和红色上衣的壮汉 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停在市区 这些阿兵哥训练有素各司其职 先是打开引擎盖 同时拆下各个螺丝钉 八个人合力把整个车架搬了起来 接下来拆解轮胎 现场响起欢呼声与掌声 四个人合力把引擎抬起来 然后三个人一组把轮胎整颗拆下来 正排吉普车拆完 前后花不到一分半 接下来众人合力 再把拆下来的零件一一装回 发明壮汉一起把车架放回去 最后盖上引擎盖 又坐回到车上 再度赢得尖叫声与掌声 这回也只花了一分四十秒 一辆吉普车从拆到装 只花了三分十秒 真是不简单